你好,今天我们聊聊竹子 你知道吗?竹子非常非常有用 如果你用筷子 你的筷子可能是竹子做的 如果你去吃中国菜 种子 种子是竹叶包的 如果你去吃竹筒饭 竹筒饭也是竹子做的 对,竹子非常非常有用 竹子看起来很高很高 和树一样 可是其实竹子是草 对,所以竹子长得很快很快 八个星期竹子就可以长三十米 很高很高 三十米和十层楼一样的 对,所以竹子长得很快 长得很高很高 在中国我们喜欢用竹子做筷子 如果我们用了这个筷子一段时间 可能我们要扔掉 然后我们买新的筷子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竹子 你知道熊猫吃什么吗? 熊猫喜欢吃竹子 它们每天吃很多很多竹子 它们每天吃十二个小时 然后它们吃很多很多竹子 你觉得竹子会开花吗? 你看到过竹子开的花吗? 我没有看到过 但是竹子会开花 可能三十年 可能一百年 对,所以它们会开花一次 然后死掉 我们可以用竹子做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用竹子建一个房子 对,我们也可以用竹子做一个竹法 如果你去中国的杨朔 杨朔非常非常漂亮 有很特别的山 有很好看的水 在杨朔你可以做竹法 嗯 竹法很慢很慢 然后你可以看杨朔的风景 非常漂亮 竹子还可以用来做乐器 对,乐器 我们可以用竹子做笛子 笛子长笛 对,横笛 树笛 很多很多笛子 很久很久以前 中国没有纸张 那我们用什么写字呢? 聪明的中国人 把竹子做成书 对 然后在竹子上刻字 嗯 好 然后这个就是中国很久很久以前的书 嗯 这个东西叫竹简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竹子做的书 因为太重了 太重了 而且如果你刻 你刻错了 怎么办 很难改 对 所以现在我们都用纸 嗯 纸很轻 对不对 很轻 很轻 然后如果你写错了 你可以改 没有问题 可是竹子 嗯 太重了 如果你写啊 写错了 不可以改 嗯 很麻烦 竹子还可以做成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做成椅子 椅子 对 椅子 哦 在中国有一个东西很特别 嗯 是竹子座的床垫 是竹子座的床垫 中国人很喜欢睡硬 硬的床 对 所以我们有竹子座的床垫 嗯 可能你们觉得 哦 太硬了 可是夏天的时候 因为天气很热 对 所以这个床垫 很舒服 很凉快 嗯 中国人不觉得很硬 我们觉得 啊 很舒服 嗯 竹子还可以做成很多很多东西 竹子太有用了 但是 最最最重要的是 竹子也可以吃 竹子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们说 它叫竹笋 竹笋 很好吃 嗯 中国人会把竹笋拿来切一切 炒一炒 非常好吃 因为竹笋 一般来说 是脆脆的 脆脆的 嗯 甜甜的 嗯 很好吃 竹叶 嗯 也很香 中国人用竹叶包粽子 我很喜欢吃粽子 我觉得竹叶很香很香 当然竹子也可以做成竹筒饭 所以你看竹子真的太有用了 对不对 嗯 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东西 是竹子做的 那在你的国家 你觉得什么东西 和竹子一样 非常非常有用呢 留言告诉我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看更多视频吗 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LazyChinese.com 在那里 我做了更多的视频 从零基础 一直到高级 在零基础的视频里 我不教你拼音 不教你语法 我会告诉你一个 很简单 很短的故事 我会用非常高频的词汇 来告诉你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如果你不认识汉字 我也给你准备了汉字课 我会告诉你汉字背后的故事 我也会用汉字告诉你一个 很短 很简单的故事 我的视频内容非常多元 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 如果你喜欢看 中国经典的故事 我做了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喜欢看 食物的视频 我也做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非常喜欢 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故事 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 现在我还邀请了 风格不一样的老师 对 还会有更多的老师 加入Lazy Chinese 我们也会在网站里 加入更多的功能 这样让你的中文学习 更方便 更有效 好 所以欢迎你去访问我的网站